踏入2023 入市氣氛向旺 不小情侶在新年期間選擇置業 荃灣區本月速錄約64中二手買賣成交 較上月同期多1.1倍 當中 年輕人入市態度疏爽 荃灣區南部荃灣海濱花園連續獲年輕人 積體積買 年輕人怕執書還價積買洩讓盤中原地產 荃灣西站組市務經理寧活中表示 中港恢復通關 市場氣氛趨向明朗化 買家亦趁平加快入市 荃灣海濱花園本月首九天速六十中買賣成交 相信全月成交量定必超越上月十二中成交 寧活中表示 分行新近速城海濱花園九座高層市室成交 實用面積422平方尺 兩房間隔 附帶雅置裝修 亦可享部分海景 開價600萬元 放盤約半年 近期調減至500萬元 日前獲買家積體積買 以474萬元成交 折合實用尺價 11232元 交市價略平 寧活中止 買家為一名年輕人 看樓數日 眼見成交急速 預計樓價下跌空間有限 亦怕遲買會貴 建上只付大雅裝 及在海景 條件合意 所以即場還價承接 原業主則於2017年底 以530萬元買入單位 持貨5年沽出 帳面蝕56萬元 其內貶值約11% 中原地產周毅其表示 受通關消息推動 加上樓價顯著下跌 12月全灣區二手成交量有所加快 錄得超過100宗買賣成交 按月增加一成多 周毅其表示 分行新近速海濱花園 九座高層起室成交 實用面積497平方尺 三房間隔 向西北 付雅置裝修及在海景 叫價680萬元 一對以密盤一個月的年輕情侶於 隨值週末參觀上旨並一見鍾情 見通關在職 怕樓價足底回升 立即還價欠扣 經過三小時二價 業主願意減至568萬元 交銀行股價低約64萬元或一成 即拍板承接 折合實用尺價11,429元 周毅其指 原業主於2009年11月以248萬元買入單位 賬面獲利320萬元 單位13年間升值1.3倍 中原地產荃灣例成一期分行 副分區營業經理張子榮表示 分行新近速城全威花園 別座中層五室成交 實用面積550平方尺 原則屬大兩房單位 以改為三房 在翠綠山景 單位開價500萬元 新近有上車客見市況轉旺 預計樓價快將止跌 所以加快入市腳步 建上紙闊落實用 裝修企理 稅積極欠扣 獲減35萬元 即拍板以465萬元承接 折合實用尺價8455元 張子榮指 原業主於2013年以340萬元買入單位 持貨約10年沽出 帳面獲利125萬元 其內升值37% 通關消息利好35 屋園成交兩床 八個月次高中港兩地於剛過去的周日正式免檢疫通關 樓市氣氛持續改善 綜合美聯分行資料 全港35個大型屋園過去一周 1月2日至1月8日 合共6105宗成交 僅較前一周 22年12月26日至23年1月1日 的109宗按週輕微回落約3.7% 創至去年4月中旬後的預8個月 38星期 次高 美聯物業首席分析師劉嘉輝指出 值得留意 35屋園交頭已連續兩周超越百中水平 可見二手交頭在中港通關的利好消息帶動下明顯回暖 而對上一次為去年3月下旬至4月中 當時曾經連續四周 22年3月21日至4月17日 6月百中水平